台湾凤梨被中共强加并宠害理由 突然宣布3月1号禁止进口 不过此举反而让台湾人更加团结 纷纷认购支持国农 中华亚太建议交流协会公布的最新民调 超过六成民众认为责任在中共 从凤梨事件当中看出了中国的决策部门 跟执行部门之间的一个政策不协调的一个 一个做法 那否则的话你怎么会有之前 什么对台几项会台措施 21项措施等等之类 可以看得出那内部的一个决策 跟执行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混乱 我们可以发觉到越年轻的族群 对这一个事情的共识是 对或者是对中共的这个处理方式是越不满 任何对中国对台湾的贸易的制裁 或者是政策的打压 都会促成台湾国内的 不分党派的一个团结 打压台湾十几点 就在中共举办两会前夕 不过学者分析 相较于国台办的强硬作为 李克强和汪洋在两会的报告相对保守 几乎把九成篇幅放在中国经济发展 被怀疑中共内部基调不一 那为什么政协人大跟台办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那我认为就是现阶段连 连他们也搞不太清楚 现阶段在今年的关键的2021年的对台政策的基调是什么 针对中共两会将以所谓的爱国者治港改变香港选举制度 则有61.3%的台湾民众认为是破坏香港一国两制 中共内部基调不一 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共越打压 只会让台湾人更加团结 对中共更加反感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英豪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